从今年来看,不管在什么领域,世界多个国家总习惯对任何事物做出各种排名。 而近期,日本与荷兰针对于研究主题做出了一个排行榜,将研究人员作为关注的顶尖技术进行了分析总结。 其中,在前30项主题上,中国论文数以23项主题都占榜的优势位类第一,而美国却只有7个主题位于榜中。 要说关注度最高的莫过于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材料,盖太矿了。 相较于目前主流电池材料的硅半导体,其更具有实现高效低价的可能性,因此各国对于该领域的开发都不一余力。 据了解,在前10项主题上,5项都与电池有关,而被称之为廉价版的电池,钠离子电池则排在第三位。 近年来,科研人员都把目光放在了钠离子电池身上,作为一款充电型电池。 其余锂离子电池相比,开采费用只有后者的1%,而且纳次元还极其丰富。 据了解,在钠离子电池技术与生产方面,中国一家民营企业做到了全球首创,世界第一条钠离子电池生产线已经投入运营。 虽说有不少人会认为,中国是生产汽车与家电等产品的世界工厂,而欧美与日本手上一直掌握着核心技术。 但实际上,中国正在大力加强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工作,就以中国此次位列第一的电池领域来说,自1980年至今,已经取得了许多局势瞩目的成就。 此外,还有网友称,在建国70年来,中国总是与诺贝尔物理学奖与化学奖擦肩而过,而美国每一次都有份,这就是差距。 要知道,以外行的角度去看,科学奖是比天才,但实际上是比杂钱,而且诺贝尔奖一般都只会发给几十年前的科技成就。 不过,以中国目前发展趋势来看,未来将会包揽大部分诺贝尔奖。 从美国来看,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,又或是科研人员的数量上已经明显不足,所以他们很难得到提升。 反观中国,在各方面的发展却是十分的顺利,虽说存量或许富足美国,但增量肯定是超了。 并且可以预见的是,中国的量变最终会产生质变,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